戒定慧 心地无乱 自信定 不争不减 菩萨生 要住心观敬 你那心定得下来就住在你的心里了 你才看得到自己安静不安静了 所以人家经常发脾气的人说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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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下来 坐下来 住了 看见了吗 对不对啊 你定下来啊 你心定下来 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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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住心了 坐下来之后慢慢想一想 没那么严重吧 没那么可怕吧 安静了吧 要住心观敬 看到自己的心静 看到外面的环境 静下来你才能解决问题 所以看住你们这个心要清静 不要把自己的私心啊 放在心中 去跟别人说法 你看很多人去帮助别人都有目的的 为了讨好别人 或者他是有什么利益你可以得到的 或者他因为有钱啊 有名啊 有利啊 因为有些人去帮助别人 因为人家对你有利益 所以你帮助别人啊 如果今天对你没利益的人 你肯帮助 所以我跟你们讲了 红法千万不要 男的去帮助女的 女的去帮助男的 因为你对异性有好感的话 你会大打折扣的 你会损功累得的 听得懂吗 当然了 我有一个条件也就是 你如果头发花白 六七十岁的老妈妈应该好一点了 越老越难看 越度人没问题 觉得自己还有几分姿色的话 不要去度男孩子 真的 我跟你们讲 度到后来没功德了 不能离体说法 离体是什么 不能离开自信来说法 因为如果你离开了你的佛性和本性 你来说法 这样的话 你就着想了 着想是什么 你没有离宫啊 你没有实事求是啊 你没有把人家看成菩萨 你只是看成他有钱 你只是看见他 哎呦长得好看 我愿意度他 只是因为他是我的孩子 那人家不是你的孩子啊 人家的孩子受伤 你不痛啊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做人自信不能迷 自己的本性不能迷惑的 你们要记住了 如果迷惑的人 自信迷惑 这个人就会贪嗔痴慢疑 什么都来了 贪嗔痴慢疑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贪了 你说一个人贪起来 魂都不见了 称了恨起来 越想越恨 越恨越要想 越恨越要想 越想越恨 恨恨想想 你这个人一辈子 就是活在恨当中 吃呢 做错事情 还要去弥补 还要去解释 这就叫愚痴 大家听懂吗 你看看你们很多人 傻得不得了 就喜欢解释 不停地解释 解释就是 把一个已经凑的了东西 还要把它扒开 去介绍 说这个不凑的 你已经做错事情 你为什么还要解释啊 做错事情 赶快要越过障碍啊 你看有的人傻不傻 一件做错事情 不停地去讲 去解释 人家跟他说了 你为什么拿他东西啊 你讲一句 哎呀 对不起 我真的没有感觉 我不知道 你知道吗 这是偷啊 哎呀 对不起 我真的以后当心了 那这件事情就过了 我偷过吗 你去查查我 我过去偷过没有吧 啊 你以为我会偷吗 弄得来全工厂全知道 他偷这些东西 然后人家就讲了 有的人说他是偷 有的人说他没偷 有的人就说他是有意的 有的人说他无意的 你讲得清楚吗 去解释 有什么好解释的 对不对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要你们要懂得 不离自信地去弘法 要懂得自信不能迷 所以一切佛法 其实都是从自信 开始应运而生的 那么你想想看 你们没感觉 你们会学佛吗 自信 对不对啊 你自己本性里有佛法 你一磕头 一学 你就好了 所以应运而生 所以心地无非 自信界 就是说你如果你的心里 没有是非 你的本性 实际上就在守界了 所以菩萨教我们 连事都不要 比方说 嗯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你有一个事 你就会找非 对不对啊 你比方说这个事情 这个老妈妈在这里做饭 你看见她那个手 拿到菜里去了 你如果心里没有事 这老妈妈是对的 还是错的 那你就没有是非 对不对啊 那么你今天心里说 他就错了吗 这是非 他手弄到锅里去 可能是拿什么东西出来吧 这是试的 不对啊 他这个手为什么直接进去啊 你是非 到了你的身体上了 到了你的脑子里了 你就搞不清楚 你开始糊涂了 如果你跑过去 直接看一看 你看老妈妈戴的手套呢 你马上又不讲话了吧 因为你眼睛看见的 不一定是真实的东西啊 所以菩萨叫我们连事都不要 你就没有非了 所以心地无非 自信戒 你的本性就守戒了 不要去管啊 心中无是非 就是无痴心无挂爱 无痴心无挂爱 鱼痴你们知道吗 傻得不得了的人叫鱼痴呀 挂爱什么 一辈子放不下 把小时候那些事情 全记在心中的 你说你把1953年 1962年 1978年 你把哪一个年里边 你曾经受过的痛苦 或者被兄弟姐妹 或者被人家嫉妒 被人家挤 你全部记住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活呀 只有旺季过去 你才能接受未来呀 所以师父叫你们心中无是非 无痴心无挂爱 不会挂爱呀 那么这就叫什么呢 叫做智慧 称作为智慧 所以做人 师父跟你们讲 你们一定要懂得 心中无挂爱 不要去记这些事情 没有什么好记的 心地无乱 辱心不乱 就你的心到底了 本性啊 心地无乱 辱心不乱 你的心不会乱 那么这叫自信定 所以你看一个人 如果坐在那里 如如不动 不发脾气 一直微笑 这个人自信定 这个人动不动不开心 边上这个人 哎呦 怎么搞的 有点味道 这个人烦了 你说这种人没有啊 做没做相 站没站相 做没做不住 定不定不住 嘴巴唧里哗啦 又想讲 讲没讲不出来 这种人就是 心定不下来 所以佛法叫 以佛立人 就以佛的榜样 来做人 这很重要 以佛立人 学悟道 所以做人啊 不要太自以为是 很多人呢 经常 把自己看得太高 看得太低 看得未来 看得什么 全部都是因为 他看不到真相 看不到真相 是什么意思啊 你比方说 你今天再好看 你看到真相 就是你以后 也会跟白发老妈妈 一模一样 你今天再有钱 你可能以后 也会没钱 你今天身体再好 你让老妈妈 老伯伯 身体不好 走不动了 你哪一天 你也会走不动 这种人 就要看到真相 你今天看不起 这个老妈妈 看不起这个老伯伯 走路 你看走了这么慢 在后面跟着难受 我告诉你 你终有一天 被人家一推就推倒了 这种就看不到真相的人 听得懂吗 师父教你们 菩萨教你们 就教你们 什么事情 要看到真相 你去跟老妈妈 觉得他 很爱你事的时候 或者老伯伯 爱你事的时候 实际上 你想想 你终有一天 你可能还不如他们的 你看看 很多老伯伯 活了这么大 很多老妈妈 活到七八十岁了 对不对啊 所以要自己的知见 自己的知见是什么呢 你自己到底知道多少 见到多少 你如果认为自己有知见的话 你就是无名 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有知见 你就去无名 举个简单例子 你知道自己 觉得自己很懂了 你这个人还有很多不懂 你是无名 如果你今天觉得自己很不懂 跟谁都好好的学 三人之中必有我是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你用这种心 在学习佛法 在做人 你一定会成功的 有几个人呢 骄傲得不得了 以为你什么都懂 我告诉你 山外有山 天外有天 好好放下自己的身段 好好学 所以开悟即涅槃 一个人想明白 开悟了 就涅槃了 涅槃并不是说死了 涅槃是永生啊 涅槃就是永久的开悟 不会死的 人不会死的 永久的开悟 他的精神不死啊 那么怎么样来开悟 即涅槃呢 就是要永远要知道 自己知见无 我还不懂啊 我还没有懂得这些啊 我还不了解啊 那么知见无 开悟即涅槃 那么开悟才能 变成涅槃 所以要随机度化众生 随机度化众生是什么呢 有机会了 就去帮助别人 有机会了 就爱护众生 就是这样 众生呢 那在学佛当中呢 悟性不断 其实他们悟性都有的 你有时候跟他们一讲 一点拨 他们就能开悟梦醒 就是能够开悟醒悟了 其实有些人都学得不错 但是你要帮他一点 他可能就想通了 所以很多人在哭啊 在难受的时候啊 你有时候一点拨 他就明白了 他不笨的 他们都有智慧的 所以对家里的孩子 我们对他们的教育 都要教育成 不贪不增 每个不要贪和增 我们经常说 上游 上就是往上走 游就是过去说 我们游走于世界 游生啊 就是这样 到处去弘法 就是到处去游走 高境界的游走 高境界的游走就叫上游 所以现在很多话都是过去 佛经里面有的 有一句话叫 力增上游 其实是佛经里来的了 有的时候 连自己为了今后将来 你想 怎么样怎么样 你都不要去想 那么这个呢 就是在空性当中 自然的上游 那么这个呢